接下来请收看智慧菩提 你相信什么就要坚定不移 你说过什么就要言行一致 说的要少做的要多 智者不悲生者 不悲死者 因为生与死 聚将逝去 切莫对别人的死亡 幸灾乐火 须知我们所有的人 都不免一死 死的恐惧叫人哀伤 乃是因为对灵魂 一无所知 人之今死 奇言也真 行一件善事的人 将得十倍的报酬 做一件恶事的人 只受同样的惩罚 诚实的行为 好像一棵树 结出奇异的果子 诚实的陈迫人 与其他人的恶事的人 我会有的态度 确实的恶事人 同样的恶事的人 尝识但人 那你就会无妄而不剩 如果你们行善 那么你们是为自己而行善 如果你们作恶 那么你们是为自己而作恶 出离恶道 可行善行 谋求和平 弃而不舍 于己不善 勿施于人 善行 必难消除恶行 审慎者 常于行 思 言 三处精进 而立则众生 你当离恶行善 就可以永远安居 祝恶目作 众善奉行 自尽其意 释诸佛教 顺行正道 勿随血液 勿随血液 行住 勿安 世事无患 你手 若有行善的力量 不可 不可推辞 就当向那应得的人 施行 和别旅人 不可 luminous 救灭 不可 什么 人 都 能在人的面前 故意叫他們看見 那井喪失財富的 不因喪失而痛苦 但是 那失去善行的 就是真的喪失了 沒有德性 哪有美德 沒有德性 人的生命也就喪失了 沒有誰行善 反得惡果的 善行 帶來朋友 惡行 招致敵手 善行 善行 但是 他的善報 不僅要看他的善行 還要看他的善念 善行 善行的使勁者 在海底時代 就會有所顯露 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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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凡是自己不愿承担的 也不要牵在别人的灵魂上 凡是自己无欲得到的 不要叫别人得到 这是我给你最好的教导 但愿你能奉行 有信仰 爱人 和善 说话公义 坚持真理 忍耐 人的生命中 再也没有比这些更好的 不要为人不公 不要为人不公 这些人展示全部的温和 要做夜行人的一盏明灯 悲哀者的一份快乐 焦壳者的大海 落难者的港湾 被压迫者的支持者和卫士 要叫诚实与正直 在你一切行为中显示出来 要做卫乡客的家园 受苦之人的油膏 流浪者的堡垒 你们要谨慎 无论是谁 都不可以恶报恶 或是彼此相待 或是带众人 常要追求良善 人永远不要看不起自己 因为轻视自我的人 却不会获得辉煌的成就 你们要明白 时间的价值 因为你不可能再见他一次 也不可能遭遇相似的机会 不要叫机会层里的掌握中是 不要荒废了你的时光 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是有明天的忧虑 你不可能随着还 什么 谁是富有的 为自己的命运而欣喜的人 你们要为自己选择正义 以及良好的生活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 一切佛法森三宝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 所听到的叫法 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 达到无我的空性 达到慈悲利益众生 更要随时收看 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三宝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持生命文化基金会 台湾佛教生前终身教育学会举办 僧侣善巧助人系列线上课程 报名对象 献佛教僧众 每堂献50名 费用由学会供养 报名日期 即日起至每堂课前一周 额满为止 报名方式 网络报名 说服w.absle.org -trainng 谢谢 课程内容详见官网 恰讯电话 02-2747-8687 02-2747-8687 台湾佛教生前终身教育学会 老大 我们扛了78年了 寺内滴水 墙壁裂开了 快了快了 新超风寺正愁见钟 你看老三老四在后面 努力撑着 在还没动工前 我们都要努力撑住 加油啊 是的 他们是新超风寺大雄宝电话 四脚头 抬妙脚的历史 昭和18年 1943年9月30日 自山上旧超风寺 迁移至今78年 新超风寺拥有300年前 由大陆南海普陀山 请来正殿 供奉的百一观音 到此参拜过观音菩萨的信众 都感到非常理念 山门经过岁月洗刷后的灰色调 飞檐翘脚 仍精神抖擞 殿内祖尊供奉华言三圣 释迦摩尼佛 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 白衣观音以红白色调为主 雕刻线条清晰明快 面容温润的白衣观音菩萨 慈祥中却可感受到 历史斑驳的痕迹 右偏殿 供奉初祖达摩祖师 右手成全 左手包住以示善意 圆滚滚大眼睛 加上露出的门牙 严肃中带点和蔼可亲 左偏殿供奉正气参天 观圣帝君 再近一点 圣君对你微笑呢 准提佛母身上的配饰 是不是似曾相识 四里一对一对的梁柱 在造型上各有不同 梁上的题字是警醒 是柱岛 细致的雕刻艺术 更具历史风貌 保存价值极高 抬头仰望 日式风格的隔天井 年久老旧有滴水的情况 所以目前可看到大殿外观 暂时性大铁架的照护之下 让外面下大雨 里面下小雨的状况 得到大大的改善 桃砖下方为年代久远的 孤老实地基 可看出有下陷状况 静密的大钢山新超峰寺的一扇窗一面翻 将全新大师打造的青斗石天公炉栩栩如生细腻精致 还有很多值得探讨的脚脚落落 邀您随喜共修修善功德 延续观音慈悲苑驻佛殿 邮政化播 0044858-4 0044858-4 沪明新超峰寺 电话07631-2291 07631-2291 翻国草文之情 何能以赴朱姓平安人家 诞生了一名婴儿 取名为朱世行 十几岁即在洛阳白马寺出家 这个时期 佛奖音驱逐了侯法僧 而有了更广幻的传播 但当时出家人只是匹拔染医 以示与俗人有别 并没有受戒之说 西元250年 天族僧人坦和加罗 从印度买到洛阳 带来了佛教的戒律 在白马寺设立戒坛 白马寺举行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传戒法会 当时很可能是一些僧人集平社界 但唯有朱世行 登台社界之事被记载下来 因此 朱世行是中国佛教史上 第一位正式受比丘界的汉族僧人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电视